大家好,我是Jade 自從我公司的項目在年初發展之後 我經常都要飛 我又飛去Sydney,又飛去新加坡 上兩個星期有過大學去澳門 而接下來我應該會有越來越多出差的機會 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時出差的時候,我的行李箱會包裝什麼呢? 最重要的就是戴大行李箱 因為你戴大行李箱的話,就一定要寄倉 如果你寄倉的話,你又要等 也有機會會不見 所以我比較喜歡的就是戴小行李箱 戴一個可以拿得上機的行李箱 就保證小行李箱長期跟你身 你又不用去排隊等行李箱出來 基本上你一下機之後,過了安檢 就馬上可以出到外面 那就比較方便 另外為什麼用小行李箱呢? 一來我是三個兩夜的行程 我也不用帶那麼多東西 二來就是因為通常我都會直接在公司出發 早上回到公司 可能到下午或者吃完午餐 或者六點半,我才拖我的行李箱去機場 如果拖一個這麼大的行李箱去辦公室的話 就會有點不方便 所以通常都是用小行李箱 拿一個小行李箱,放在辦公室,收在桌底 到差不多時候,就拿出來然後去機場 這樣 至於美容產品呢 如果我有一些重要的活動 例如Gala Dinner 或者有些Cocktail 其實我真的可以帶到很多美容產品過去 但因為今次我是想示範一下 如果我出一個三天兩夜 順開會、開會和開會的行程裡面 所以我就不會建議大家帶那麼多 盡量可以散略的產品就散略了它 至於護膚品呢,就更加需要包裝得輕便一點 因為你那些什麼爽膚水、day cream、night cream、精華、eye cream 這些很多時候都是液體 一盒盒的液體 或者一支支的液體 一來你帶不到相機 二來這些液體通常都會比化妝品更加重 所以盡量可以倒入細瓶的就倒入細瓶 盡量可以帶少一點的就帶少一點 不過這樣啊,我就覺得出差呢 全面膜是很重要的 因為一來你飛,飛機上的空氣很乾 而且出差呢,通常都是由早上開會開到晚 休息就更加不夠了 我試過早上8點開始就去不同的地方開會 總之我是11點才回到酒店 然後我回到酒店之後還要繼續開電腦 繼續檢查email 確定我清掉所有email 到零晨2點才可以睡覺 那這些那麼密漆漆的出差 schedule 其實是會令到人很累 當然也會令到你的皮膚狀況變差 我以前有時候會帶一個小小的面膜 但現在我就轉了去Lifetron的美容肌 Lifetron這部美容肌是一部導入導出肌 譬如說有時候你夜睡 或者你飛得多 你發現突然早上很暗 或者下機時很暗 你用清水洗一下臉 然後之後就用它的導出功能 你可以配合你的洗臉產品去一起用 又或者用清水 在這裡我就用清水洗臉 因為我早上不用任何洗臉、奶洗臉 我晚上才會用洗臉、奶洗臉 那你早上就用清水 塞一塞臉 然後開著它的導出功能 然後慢慢地由下向上掛 這樣就可以把很多角質割出來 那我剛剛就用了那個導出功能去剷皮 剷了五至十分鐘左右 簡直是嚇到我了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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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一層 白色一層那個 不是本身部機的顏色來的 是我的角質和死皮來的 很誇張啊 厚厚一層 我一直在推的時候 那些黑頭、粉刺全部飆出來 覺得之後呢 皮膚滑了 那你那些護膚品塗上去的時候 滲透度也高一點 上妝的時候也會貼服一點 那你整個人去開會的時候 其實樣子都不會那麼殘 去到晚上的時候呢 它的導入功能呢 可以幫助你的美容護膚品 更加容易滲透到皮膚的底層 我會建議你配合你自己喜歡用的精華素 或者Night Cream去一起用 加上一個向上提拉的手勢 可以有Lifting的效果 那我第一次用這部機的時候呢 我媽媽在我旁邊 那她看著我在旁邊用 那她之後呢 又說要借來用 那我就 給了一個 嗯 Lifting的精華 借了這部機給她用 那之後呢 她就說她用完之後呢 她說她是看到 她眼 周圍的那些眼紋呢 是 明顯的減淡了 對了 我剛剛呢 用倒入呢 其實suppose 她就15分鐘為止一個療程 那但是我太難了 那我就只倒入了5分鐘 但是呢 已經覺得呢 就是大部分的 Night Mask的那個 水分呢 我覺得已經滲入她皮膚裡了 摸下去呢 已經不會有凹凹凹的感覺了 還有呢 這裡呢 很多粉刺已經沒有了 剛剛呢 最多角質橙皺出來的這個位呢 這兩個鼻翼這兩個位呢 現在已經很滑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新嘗試來的 我之前都沒有試過這樣去拍 或者這樣去剪我的影片 還有你們又需要不需要經常出差呢 如果你們不出差的話呢 你們接下來又會不會去旅行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下一個目的地在哪裡 拜拜